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市民需切实做好个人防护 市委书记温战斌主持会议并讲话 请看报道 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决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 努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 国态民安的社会环境 风轻气正的政治环境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要从严从紧从气从时抓好疫情防控 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针对秋季开学 中秋节 国庆节等重要节点 提高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 切实把科学防控精准防控的要求落实到位 确保发现疫情及时响应 有效处置 要坚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坚定不移走好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加快构建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 集中精力在发展空间 招商引资 优化环境 文明创建 乡村振兴 民生保障等各方面攻坚突破 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要切实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 加强社会矛盾和经济领域风险排查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全力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抓紧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压实属地责任 主体责任 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 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立足防大训抗大险救大灾 把防汛救灾各项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 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 市政协领导班子 要扛起政治责任 拧紧责任链条 全面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主要负责同志 要坚守岗位 争当表率 以上率下 引领带动全市上下抓好工作落实 各地各部门要主动作为 善作善为 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 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营造良好环境 我是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扎实推进海绵城市 示范城市建设 龙湖区地处中心城区 是我是海绵城市建设的 重点片区之一 去年来龙湖区结合城市更新 防洪牌涝 老旧小区改造 因地制宜 探索实施可复制 能推广的龙湖特色海绵城市建设模式 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 欧厅片区大雨天容易出现积水内涝 今年二月 龙湖区投资5.4亿元 对欧厅片区开展水环境综合整治 对十一条主干渠和两条支建沟 実施改造 以提升排涝能力 其中 两处生态公园将实现 年净流总量控制率 大于70% 满足水清 暗绿 合唱 精美的汕头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能够实现二十年一律 最大二十四小时暴雨 一天排干的防洛木胶 片区内的污水将会 集合整理 集中处理 有效地处置地表降水 实现水资源的再生利用 龙湖区在迟迟昆仑山路建设时 同步开展海绵城市建设 七点四公里长的改造路段建设 夏凹市绿化带 绿化带里有沉沙池和易柳市雨水口 与沿线片区的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水环境综合整治相衔接 目前已完成四成多的工程量 建成后将整体提升片区的人居环境质量 雨水更好的一个收集 通过我们的一个沉沙 夏凹市域的一个沉沙池的一个收集 进化之后 再通过我们的易柳市雨水口 排入我们的景格排水系统 通过这个进化功能 使我们景格水池对待进一步提升 减少我们这个路面的一个排落压力 我们原来辖区内的积水点 共计是有55个 但是通过海绵城市的措施 现在已经可以达到消除22个 目前在我们辖区内的黑臭水体制里 已经消除率达到百分之百 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的金辖街道 金珠园住宅区 有45栋多层楼房 各种公共设施破损老化 改造工程融入海绵城市里面 如人行步道将铺设透水砖 停车位将铺设植草砖 透水砖它是有一个渗透过滤的一个作用 同时也对这个雨水有一个延缓 就是滞留的一个作用 第二个是这个生态停车位 生态停车位我们在改造车位的时候 就是融入了这个植草砖 文化广场跟这些公共设施 这些活动设施的场地上 铺设了这个透水混泥土 那么这个透水混泥土对我们雨水 它是有一个渗透还有对上面的油污 以一个过滤 改造后 金柱园的雨水将经自然过滤 渗透入浅沟 导入夏凹市绿地 超量雨水则一流排入市政管道 从而有效减少积水内涝 文市海绵办也将加强指导 重点跟进那个荣物区的系统化 实施方案以及专项规划的编制 特别是木材厂区和欧丁片区的示范项目的编制 聚焦城市内涝 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海绵城市建设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提高城市防灾减灾能力 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的重要抓手 也是十四五时期城市建设工作的重点 2021年6月 汕头成功入卷全国首批海绵示范城市之后 我是加快实施并完成了一批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截至今年7月 23个汕头海绵城市中央补助资金项目中 以开工建设达15个 处于项目前期推进阶段达8个 前市区县功能区重点区域建设情况 正稳步推进 今年4月 我是海成功获评 住建部首届中国美丽城市典范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制战争胜利纪年制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年制 抗制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 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 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巨大贡献 9月2号 我是在超南区先城镇革命烈市经典碑 举办铭记革命历史 弘扬抗战精神 抗战胜利日全民教育活动 纪念抗制战争胜利77周年 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是全民国防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 超南区委宣传部 超南区全民国防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先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承办 活动开始 全场人员庄严肃力 面向革命烈士纪念碑 三鞠躬 缅怀为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的先烈们 表达崇高的敬意 最后 全体人员面向党旗 重温入党誓词 先城革命烈士纪念碑 已于今年6月30号 完成维护和环境提升工程 为社会提供良好的瞻仰和教育场所 最后 全体人员循着当年红军的光辉足迹 参观红军使动 红军哨所 感受当年红军长征的坚强意志 和艰苦奋斗的英雄气概 大家纷纷表示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传承革命精神 弘扬优良作风 坚定信念 砥砺前行 将知识爱党 知识爱国的爱国主义情怀 贯穿于生活和工作始终 时刻以党员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率先锤饭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 昂扬的斗志 务实的作风 积极投身于工作当中 9月1号 市委宣传部 市委民办召开座谈会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给中国好人李培生 胡小春重要回信精神 领会感悟中国好人 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交流工作经验 弘扬好人精神 凝聚道德力量 会议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重要回信的丰富内涵 推动全社会 学习好人 争当好人 礼遇好人 推动形成 崇德向善 见贤私奇 德行天下的社会风尚 要强化培育选述 把好先进典型的推评入口观 不断丰富先进典型宣传的方式和内容 让全社会 学好人 敬好人 做好人之风 日渐浓厚 要加强关心关爱 礼遇帮扶 激励引导 在全社会形成 得者有得 好人好报的强词场 广大身边好人 要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 继续为人民群众 树立道德标杆和身边榜样 会上 王燕丹 曾雄 马学杰 陈振勇 麦威淳 陈应芳等 善陀世道德楷模代表 做交流发言 大家纷纷表示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 用初心坚守岗位 用担当传递大爱 用奉献权势情怀 在本职岗位上 努力工作 再立新功 引领风尚 我们继续要发扬 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正能量 带动我们生兵的这些 农民兄弟 继续发展 农业 把这个田种好 创造出更好的效益 让我们这个老百姓 过上更好的生活 接下来继续帮助 控制鲜鞋子 培养和人才 带动更多汉行人士 回家县 支持家县 近日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汕头市公安局 金平分局 禁毒大队大队长 李小燕 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称号 获得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会见 李小燕 是我是唯一受表彰的个人 作为长期工作在 禁毒一线的女性民警 李小燕就像一位刀尖舞者 既英勇坚毅 又春风细雨 时刻守护着无独家园 刚从北京反善的李小燕 没有停歇 随即投入工作 秋季开学第一天 她与同事们通过视频直播 为金平区中小学生 做禁毒宣传第一课 今年是禁毒攻坚年 现在我们是结合百日行动 做好一些禁毒的宣传工作 我们通过网络 像前期的钟小学 向他们传授禁毒的支持 让他们做少年的禁毒先锋 李小燕扎根公安基层行征 积毒一线近三十年 面对吸毒戒毒人员及其家庭时 她既铁面无私又春风细雨 2013年 在抓捕一对吸毒夫妇后 李小燕发现其家中 有一个一出生就染上毒瘾的孩子 为挽救这个家庭 此后两年 李小燕和同事们 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帮助他们的生活 重回正轨 李小燕还想方设法 推动金平区12个街道 建立社区戒毒工作站 建成驼谱中心学校 禁毒教育基地 和22所禁毒示范学校 助推社区单位家庭社区民警 四位一体 戒毒康复监护办法实施 帮扶转化近百名戒毒人员 推动社区戒毒康复 托施人员实现清零 执行率百分之百 而面对贩毒犯罪活动 李小燕应勇坚毅 奋战在侦查追捕第一线 2014年以来 他带领队伍 共侦破公安部省市 毒品目标案件52宗 卫辖区 肃清毒害 打击涉毒犯罪 满救吸毒人员 做出突出贡献 我们就是一名 禁毒大队的民警 我们就应该 集拿贩毒分子 将他们神之以法 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公务员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 破评全国人民满意公务员 这份荣誉来自不易 为民服务永远在路上 9月2号上午 津平区疾控中心 接报一名人员 核酸检测结果异常 经核查 肝源为新冠病毒 抚养人员 为省外来善人员 其在8月29号 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已于9月1号晚 离善返回省外家乡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2号晚8点到3号凌晨 0点30分 津平区连夜开展 区域核酸筛查 共采样43191人 结果均为阴性 经核查 该省外来善 新冠病毒抚养人员 返乡后 所在县疾控中心 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其在津平区的同住家人 及已甄别的重点人员 环境样本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 为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从2号晚上8点开始 津平区在光华街道 金沙街道和骑山街道 部分区域开展核酸检测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 金平区光华街道的 光华小学 那我在这个核酸采样点 可以看到 这里是设置了 四个接种单元 市民呢 从入口处进行登记 出示月核酸嘛 随后就可以进入到 校园里面进行核酸的采样 整个过程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相关街道根据防控要求 结合演练经验 在学校综合体等处 共设置采样点23个 采样单元58个 提前做好核酸采样点 布设和居民通知等工作 接到居委会党员干部 双报道双服务党员 医务人员 民警 志愿者 闻令而动 迅速集结到各点位 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我们四个组的话 到现在目前为止 采了有2400个人左右 大家都是第一时间 就赶过来 有的好多同事都还没吃饭 就赶过来 现在还饿子肚子 无论战斗到多晚 我们街道社区的干部职工 还有我们的志愿者 都会是那个坚守岗位 确保我们的受检人员 阴检禁检 这个测点离我家 也是挺近 也挺方便的 他们也是挺辛苦的 受到居委的那个消息 然后我们就 及时地过来测核酸了 就挺有秩序的 有这个需要 我们就会配合 然后完成好这个工作 当前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严峻复杂 加上开学季 学生返校增进人员流动 是疾控部门提醒 市民要切实做好个人防护 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减少非必要的试剂出行 近日 广东银保监局 在我市召开 广东中小法人银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广东银保监局 党委书记 局长裴光 党委委员 副局长王吴庆 陈小勇 副市长赵志涛 出席会议 会上 广东银保监局 辖内十家 中小法人银行机构 主要负责人 做专题发言 赵志涛在质词中表示 近年来 全市银行业积极对接金融需求 特别是中小法人银行 加快改革发展步伐 发挥地方金融 主力均作用 汕头市委市政府 将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积极为金融机构 开展工作 创造良好条件 为汕头市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的金融力量 裴光表示 中小法人银行机构 要提高站位 落实责任 统筹推进防范金融风险 和服务实体经济各项工作 要坚持风险为本 质量优先 坚持做优做金 做出特色 坚持扎根当地 回归本源 要严密防控重点领域风险 加强流动性和生育风险防控 要加强金融科技建设 在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创新发展上 有新突破 9月2号 我是南澳县举行招商引资项目 集中签约活动 金岸1号酒店项目 南澳国家级卡丁车营地 招商引资项目 和南澳县非国有博物馆建设项目 等三个招商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额6.1亿元 三个项目的签约落户 将有效拓展当地文旅产业链 促进文旅产业提挡升级 助力南澳县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加快建设美丽旅游岛 这次我们来南澳投资的一个项目 就是国家级的B级卡丁车赛道 然后集齐一些露营 集齐一些直升机通行 我们就可以在酒店的服务的标准 服务的试试 各方面都有一个质的提升 然后可以给到那个旅客 有更好的旅游体验 昨天下午 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广东 万田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举办检测检验机构开放日 即服务认证体验活动 活动中 我是部分农批农贸市场及商超企业代表参观检测实验室 了解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项目的全流程技术规范等 主办单位还组织开展实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市场主体信用承诺专题培训 交流检验检测知识和质量管理经验 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将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学优创优 助推质量强势建设 我们将邀请企业到我们质量标杆企业进行观摩学习 进一步提升我们企业的质量意识和管理的水平 促进我们企业的发展 9月2号 汕头市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之 阅读新时代奋斗新征程 红色经典文艺阅读分享活动 走进城海区广义第二小学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是文明办主办 通过舞蹈小品朗诵节目 以及阅读推广人推荐本土优秀书籍等 激发群众阅读热情 营造爱读书好读书读好书的浓厚阅读氛围 市级阅读推广队伍征集活动也同时启动 阅读推广人是开展公益性阅读服务的群众型队伍 各区县宣传部文明办将面向市民选择10名阅读推广人 组建市级阅读推广队伍 成为全民阅读的宣传者和引导者 车窗抛物是一种不文明行为 不仅影响环境还危及交通安全 静止市民郑先生就目睹了 随意向车窗外坦烟灰丢垃圾的不文明一幕 请看报道 近日郑先生开车经过市区丰泽西街和长平路交界处的时候发现 前方一辆小汽车上一大一小两人突然朝车窗外抛出垃圾 车窗抛物抛出的不只是垃圾更是自身的素质 而破坏的则是城市的文明形象 郑先生觉得家长应当以身作则 为孩子树立好榜样 郑先生也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从自身做起 拒绝车窗抛物 养成文明习惯 共同为城市文明添砖加瓦 各位观众今天的上头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或许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明晚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